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五的《四周期》 股市烟花由上年10月中开始,见底以来爆了7个月 升级版,美股的去月组合仓位都已经满创了一大段时间 见证着烟花最灿烂的时刻 大家现在应该都有短刷的股票已经到了几个目标价 短刷仓也已经只赚了部分仓位 套现出钱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甚至有些新的朋友,外面有分析 如果他们不是用领先指标的话 今次的烟花对他们来说是后资后割些 手上还有现金或者甚至未大股票 他们经常会问的问题 就是有什么美股还是低股的? 我又不想高追NVIDIA这些股票 我们今天就精挑细选了三个美股 现在还在低估的股票 到最后我们还会画一个技术分析的图 给大家做一个出入市的策略 今次的影片非常丰富 所以记住这个内容看到最后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内容 记住给个like和share我们 大家记住找指标不抄梯 今次回应了大家一个很常文的留言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想更加紧贴大市最新消息 快点订阅我们 我要做富翁平台 因为我们的平台继续会分享 如何以理财股票房地产投资 税务安排 达置财务自由 我自己本身输足8年负债 80万开始 到拥有现在1亿的资产 对系统只有一个分别 就是你找一些稳定性的东西 然后赋予时间给它慢慢成长 所以我认为 投资是不应该不断的牺牲时间的 做到财富增值而不影响增值生活 这样才是投资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些有趣 和短线一些的投资知识的话 记住follow我们的IG 和加入我们的Telegram channel 收看更多关于刚才说的相关资讯 如果大家想装置大家庭 我们有两个空缺给大家 一个就是program assistant 就是我们小导演仔 还有另一个是contract based的 cyber security consultant 这些崗位希望帮我们 制造了一个比较上 网上安全的气氛和环境 propose给我们的 如果大家对这两个崗位有兴趣 记住下面描述栏有google form 大家填回资料 队份cv下去 就一起去见面的了 近期股市升势可以说是热血沸腾 无视了所有阻力位 到现在才有少少调整的感觉出现 直上云烧的 大约6月的时候 升势再加速 去到半句里面标普已经由4180点 升到4400点以上 有留意升级版的话 其实4100点的时候 已经叫大家all in 并且推高了三次止赚 这个升幅主要归功为两个不确认因素 逐渐消除 而这两大因素 都在之前的黑天鹅和我讲过 只要黑天鹅一只都不出来 股市就会向上 第一就是债务上限议案 在6月1日获得通过 债务违约已经解除了 市场正在奔紧情绪 可以说先松一松 第二就是联储局 在今次加息周期里面 首次停止加息 而市场年代爆威之前和大家讲过 可能在今年年底才停止加息 我已经一早和大家讲 最早可能第二季停止加息 第三、四季就减息了 这个息率见底的先兆 可能为了减息的可能性增加 铺了路 两大乌云散去 资金自然重新留入股市 如果大家懂得看宏观 和用领先指标的数据 去判断联储局将会做什么 是绝对以后都不会后置后角 现在市正在升 如果市转回跌的时候 大家已经习惯着用领先指标 早点去退市 在股仙研发来到之前 我一直都跟大家讲 留意对息率特别敏感的板块 例如货网股、房地产、非必需消费品 和现发型的医疗类板块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Microsoft、Google、NVIDIA 都是我们讲的其中几只股票 先和大家回顾一下这几个板块 在这个股仙研发表现先 首先我们先说货网股 我们用的是XLK 这个美国科网股ETF作为参考 而这些股票呢 我都说如果你不懂选股 宁愿买它 好过买STY 那么简单 可以见到XLK 由建底至今 升幅最高到56% 而同一段时间 S&P最高只是升了27% 明明大家都打开股票平台 按这个键和旁边的键 表现可以差一倍的 而房地产板块方面 就用XHB 就是美国房地产发展商 ETF作为参考 它的股市见底到现在 升幅超过40% 同样是大幅跑人 S&P这个指数的 所以突显到了 除了大家用领先指标 可以偷步去股大市和转小 还可以用来参考买什么行业 令到市升的时候 你起码都可以跑人大市 不会浪费你的注码 如果这个烟花真的还未完结的话 我们可以试一下 从这几个受惠板块里面 再找多些 还在低估 竟然未爆升的过股 随时在这些股票里面 找到超级黑马到未定 当然 先打个头盔 大家入市前 一定最后最后要看回技术指标 因为就要看回市场共识 我常常言用的 技术指标等于 车你踏硬的 但车死都不开 你为什么这么早跳上车呢 所以我们会有整套策略给大家 先说一下 如果这几个不够厚 你想你观察名单多几个 譬如去到十个八个的话 记住 7月6号 来到查罪64的投资讲座 我会讲成道web3.0的板块 成道web3.0的板块 其实非常之宽 也有几乎保证 除非市不升 如果升的话 它会跑赢大市 甚至里面找到半年来爆炸性幅度 潜力期多厉害的优质股 现在我身处就是香港office 7月6号 我们四个是三年本来第一次 全部都在香港厅里见大家 来到现场版的 记住蓝色那边的KR Club 嘟嘟嘟嘟嘟嘟 如果来不到的话 我们第一次会做一个同时的直播 那就是在红色KR Club 嘟嘟嘟嘟嘟嘟 所有的报名都可以在下面描述栏 找到的 查罪投资讲座 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搞一次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整个系统怎么做 不单止正是今次烟花去选什么股 烟花完了是什么讯号 完了的时候转去买什么股 还可以继续赚的 或者再下次真的recession 由头起买什么行业的话 整个流程你都会知道的了 我刚刚在这个齿轮理论分享会试堂 已经讲了我系统的 如何形成和运作 大家最好趁股市开车的时候 希望大家可以看回分享会 暂时会有限时重温 你看的时候应该最后一日去报名 大家记住按一按KR Code 或者下面的描述栏 都可以报名 去到王牌课程的齿轮理论 大家重温了的时候 整个系统就变得更加清晰 到时靠这些系统 你自己都会选股 和做整套策略的了 我们今天用同一系统 选了三只低过的股票给大家 大家可以参考整个策略 包括宏观 选股 和个股的技术分析 入市时机 首先打头阵 就是近期的 当红炸子鸡半导体版块 你说这种办法升到这么多 现在才来追 那大家一定要分开 不是我们入市多少钱的问题 是买完之后 会不会再有上升 因为记得 股值和股价是两回事 今天我们会分享的 就是二法半导体公司 STM 公司主要业务之一 就是生产辅助 驾驶和安全系统相关的 汽车的晶片 在新能源汽车兴起底下 带动了STM的业绩上升 公司最近五季收入 同比增长17%以上 而毛利同比增长 近五季最差 都有27% 其中有两季甚至超过50% 截止 今个星期三 它的P Ratio 只有10.57倍 在美国科技股里面 当然算是低 很低 比对其他车用的晶片同行 例如 德国的英飞玲 日本的瑞萨 和美国的德州仪器 亦是支持我的核心股票之一 这三间P 都在16-19倍上升 未来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疫情当中 这些股票板块 全上升 有些30倍 50倍 80倍P 也好 就是加息令到这个行业的增长 放缓 它不是输钱的 结果股价跌到一跌一跌 但事实证明 报表仍然是强劲的 但估值已经低过之前 第二间公司就是美国药物研发和生产的其中一个龙头企业 这个也教大家系统在今次的经济周期里面 会跑行的其中一个大行业之一 里面我们选了的股票就是龙头企业安俊药 AMGN 这间公司和一般我们认识的医疗股是不同的 安俊其中一部分业务就是做一些心血管和血液疾病相关的药物和临床研发 所以它的研发开支和融资成本 是比其他稳稳阵阵的医疗股高很多 有危就有机 因为这样 变相令到公司对息率变化非常极度敏感 在之前的加息周期 当然是杀错良民 不过它最近业绩也都告诉我们 这间公司没有因为真正加息而拖慢了 公司大幅增长 上季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甚至到92% 而它的股价由高位到现在跌了28% P也跌到最近最低的水平 所以未来这次股票很值得我们留意一下有没有中长线的投资机会 潜力一定有的 我们最后会给大家结束分析 最后一间公司就是来自房地产代表 如果筑子业同学跟着筑子一直看下去的话 你知道的办法是在这一个经济周期里面是会跑赢的 那里面就选了Installed Building Products IBP 这间公司做什么呢? 其实它的主要业务就是做住宅一些隔夜 防水和防火设施 而因为公司的报表是以极稳定的增速去增长 所以留意一下市场一直是给它一个比较高的估值 正如45度股 譬如Dolarama或Costco一样 在2019至2021年的时候 这三年P Ratio一直是在培为30至35倍度 不过由于美股年初的时候大跌 加上你一想都想到它是息率敏感股票 所以投资者就对这间公司180度改观 由非常之追捧去到一层白彩 但是在股价下跌的同时留意一下 这间公司的盈利是继续增长的 令到P跌到历史低位15倍 现在绝对物超所值 非常值得摆在观察名单里面 在讲技术分析之前 再提提大家一次 今集讲的股票是我认为有潜力 很具潜力的股票 不代表监人一看 那秒钟就全靠下去 我也要看回宏观的氛围如何 但是最后 这些股票会不会开车 就绝对不是在控制里面 如果你有收看我们每日更新的升级版国 应该知道 美股的虚拟仓位 早在3500点已经隔了对冲 用美股的八成仓位级坐到今天 中间试过加仓和对下冲 去到3800点位置 再没有太大动动了 一直推高指赞 而我今天就破戒 试试试追击 先讲少S&P 直到现在 S&P已经最新推到4400点 作为指赞步伐 虽然你还有现金 可能再买 但首先你也要选股 看股值如何 不是两个极端 一就是一些股票升到上天 你硬是要追 但缺乏留意股值 二就是股价 动都不动 以为它低估 其实它不动 是有原因的 所以大方向是用S&P 到4400点再资赚 也之前说股市烟花 第一赚目标已经到了 大家真的不要再拖下去 一有机会转势再上升的时候 可能是另一个卖入的机会 但天有不测之风云 最低S&P都不应该再失手4340点 如果跌穿的话 代表整个股市氛围 可能已经有些改变了 就不要死由一变颈了 无论你买一只股票是赚还是亏 都要开始减辞 今天讲话就会退后 但如果在那些位置再转势的话 大家一定要选定股票 找定观察名单 在吹飘抹定所有位置 这样就能够确保我们的仓 是能够派人大事的 而今次留意股票 只是给一些吃了部分糊 套映了部分现金出来的同学 用一些利润再回歧困一次 找一些未来低股等爆的股票 我再讲一次 在年头时 没有人相信烟花会爆的 今次是回馈一路追着CGG 和升级版国位 如果你已经不在意 上课的同学 一定是自己都会计算烟花的目标 因为第一站目标 我讲了半年了 四千四百点终于到了 千万不要现在才大大手加仓 如果真的要追踪 希望大家只剩下小部分现金 然后今天追踪了 我再讲一次 是等时机推高置赚 到时趁着市场成交非常活跃 我们就将我们之前买的股票 卖出来 说回个股的技术分析 首先STM SMS上年11月向上突破了趋势线之后 向上趋势已经展开了 现在我们可以等它试下 会否回调回41元左右 才再等转势 或者突破阻力59元才追入好一点 第二个就是AMGN 这个我们通常都要以短炒为主 炒了几次 以周线图看 图可能更清晰 它今年5月曾经向下突破过224元 不过就做了假突破之后 进回还行区里面 假如今个星期股价可以回测 224元有转势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目标第一站提到255元 最后一间公司就是IBP 股价突破了104元之后 现在还是受制于趋势线 现在最好等股价回调到110元左右 才再考虑吸纳 而到时的目标可以先看着140元 同学记住 这股价如果去到刚才的支持位 没有我想和教大家转势信号的话 千万不要买 要等它下一关再购 如果大家想再了解多些 记住刚才说的 免费分享会试堂的限时重温 记住看 你就知道大概的信号是什么 但如果不知道 或者你想重温 OK 那我的CGIG或升级版 会和大家一直紧贴大市 继续更新的 所以短线的话 继续留言我们的节目 或者升级版 中线的话 去查序投资广座 我会扩阔多一点点你的观察名单 利用更大机会 烟花真的继续上升 我们是更多观察名单 可以派用个市 如果在中长线大家想 学习自己的系统的话 设计一个简单策略 去大幅派用大市的话 记住 免费分会试堂 限时重温 全部在描述栏下方 可以报名 这次和大家说了三只仍在低估美股 你在留意什么过股呢? 就要留言告诉我 特别同学 你用了我的系统 找了什么漂亮的股票呢? 喂 不要巨为己有 在留言里告诉我 再不是pm我了 但最后 就算啰嗦也说了一次 记住 现在之后的升幅 是靠之前在底买回来的仓 推高指赚回来的 因为转勢已经过去了 趋势在4140点已经发生了 理想上了4100之后 反转形态是用来固货的 如果烟花继续开的话 我们用我们的盈利 take profit 再recycle它 这个游乐场最后几次关门 我们没人知道 但是推高指赚 一定是最稳定的做法 但记住 天有不测之风云 我们plan A是继续妄升 但我们一定知道 走路讯号是什么的 到时游乐场一关门 我们要确定 我们第一批要走 走得切 再保存盈利和现金 在跌市第一部分就转去其他行业 在美的部分 保持现金做parking 再入市 今集到这里了 投资不是大专利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我的把握股市最后焰化 免费分享会蝕行 刚刚圆满结束 里面说的事情 竟然确确实实即时发生 S&P 破坏 恒生指数都可以绝地反击 分享会过后 见到这个现象 很多朋友都想赶上车 问的内容 其实我分享会也回答过 我再看一次 现在已经不是分析 股市焰化是否开始的信号 是大家在这个信号 如果真的能够延续的时候 买些什么能够派完大市 焰化的走路信号是什么 令到我们可以尽情玩到走鬼为止 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分析会说过 为了无需重复 我们将这个免费分析 刚刚圆热 热热热的内容 在未来过几周 限时重温给大家 全部收听一次 要做什么 买什么 去到什么时候 都会清清楚楚 在这个广告制度债 我们说了半年的烟花爆了 大家不要再等了 快点把握机会 在KR Code或者描述欄的连结 去收睇我这个把握故事演法 免费分享会试堂 6月26日星期一 Eric Sir将为期指分享会 和我们讲解一下 一些即使短炒竅门 想紧贴大市走势? 立即就下载我们 我要做富翁应用程式 贴着我们这班我要做富翁啦 感谢!